今天一开始我们仍然还是关注着马席二会 说真的今天马英九一大早起床去搭飞机 然后也获得这个大陆的官员们热烈的什么 送行送鸡 结果呢也都说欢迎他能够再来 那今天呢回到了台湾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看 马英九今天呢他讲了什么呢 他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谈话 他说到即使台湾跟大陆政治制度不同 生活观价值观也不同 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同属中华民国 咦大家可能都愣了吧 同属中华民国马上后来又接着说 同属中华民族 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了 好那我们也记得嘛 昨天这个习近平领导人特别讲到了 制度不同 但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啊 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只要大家都能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认同彼此是一家人 其实什么事都可以像家人一样好好的坐下来谈 彼此之间来沟通 那么两岸为什么还会剑拔弩张呢 那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先请教一下赖老师啦 今天大家就在问 昨天看到马英九那好像是口误是不是 然后今天怎么一下了飞机讲的那个话 同属中华民国 难道这又是一次口误吗 那今天你怎么来解读 他今天这一段谈话呢 赖老师 马英九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人 他是顾小杰忽略大局的 当然不是有意要冒犯 因为有些人他是看大不看小 有些人是看小不看大 那是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他是注意细节的人 他是很注意细节的人 那一个很注意细节的人 而且也从政那么久了 然后也当过我们的总统 那稿子他不会念错的 所以是有意的口误 这样的情形下 可以封住民进党的那一张嘴 民进党的嘴就把你封住了 对不起我也讲中华民国 其实马英九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我用行为中来实践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因为大陆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台湾讲的是中华民国 但是我们两岸各自可以去宣布 谁代表这个中国 可是我们都属于这个中国 这个一点困难都没有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当我们要求同存异 例如说假设我们两岸之间 我们说好我们现在要各自争议 我们求同存异 在这个时候就不要讲一中各表了 也不要讲中华民国了 那大陆也不会再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时候我们用九二共识这个词 对 就代表我们是求同存异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政治智慧 很重要的四个字 我也希望以后两岸之间一旦 双方同意求同存异的时候 搁置正异 寻求最大的公约数的时候 我们就共同使用九二共识 可是当你一旦坚持要一中各表的时候 大陆又会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那两岸之间又把异 又拉到台面上来 这个没有必要好 我觉得习近平讲的没有错 政治制度不同的话 当然不会阻碍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 香港澳门就是政治制度不同 那是也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国家 两岸之间政治不同 我们以后也会成为一个国家 这是可以大家好好的 就像家人一样 坐下来谈 看怎么谈到一个最好的安排 你接受我接受 那我们大家都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都可以谈的事情 不过马英九讲的话我做了一点修正 因为他有谈到 他说我们和大陆的政治制度不同 这是事实 生活观与价值观也不一样 这就不是事实了 我们生活观与价值观是有一点不一样 或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 也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相类似的生活观 也有相类似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是更精细一点 更细腻一点 所以并不是表示说 两岸之间的生活观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不是客观的事实 客观的事实是我们有相同的 我们也有不同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这次到大陆访问是成功的 是看起来是两岸之间是化解的 而且习近平已经对台湾释放出很大的善意 因为他希望台湾多到大陆去走一走 也希望大陆的朋友多到台湾来 这个时候民进党当局你要不要再卡门 你要不要再伤害我们的观光业者 服务业者跟参旅业者 不要再伤害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界的人士了吧 美国当然处处想着就是中国大陆要怎么样做 所以要想办法想方设法的去打压遏制 但是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做事不理 甚至是打不还手 所以因此呢就出招反击了吗 请教赖老师妹反制美国对台军售 大陆外交部在11号今天宣布 对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采取反制了 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啦 还有其他各类财产 还有不动产等等 那么对于两家公司的高阶主管 都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等等 那这两家公司到底做了些什么 对台军售的这个项目 立刻引起了这个大陆方面的高度关注 并且做出了反制 当然是MQ 9B 这个无人机 还有F16V的战绩 都跟这些公司有关 其实大陆它也用了美国人所常用的手段 就是制裁的一个手段 那一般来讲制裁的方法有几种 也就是一个就是冻结你在中国的财产 是 像前段时间这个雷神也被冻结 那还有洛克马丁 他们有些财产 对洛克希德马丁 也被冻结在中国大陆的财产 另外当然对于他的高管 也不准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所以即使他的营运也都会受到影响 有些国家有的时候中国大陆还会采取的这个制裁会更加的强烈一点 例如说有的时候对于这些公司的金融机构不能够跟中国的金融机构有任何合作 也不能有任何交往 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跟这些国家 这些公司的金融机构有来往的金融机构也不能够跟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有来往 这个都是如果要再更提升升高制裁的话会到这个程度 那前段时间对于美光的一个制裁那更有利了 除了不准美光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以外 甚至你有一些企业用美光的产品也不能进中国大陆去组装 那这影响就会更巨大了 我觉得美国他原本自以为他是世界的霸权 他的制裁的手段工具像很多 其实中国大陆累积到今天他的实力已经越来越大了 所以他的工具箱也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很多美国的企业也都在看 也都在看就是说他的制裁 那目前的力道还不会太强烈 那但是问题就是跟大陆有更深来往的 例如说像波音 那如果波音在中国的这些被制裁了 那他的资产在中国大陆一旦被冻结 那影响就大了 那甚至有一些通力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通用电力 但是如果是跟通用有关的相关的企业 他也就是不只是在国防部门的 而假设有更广泛的话 那影响会更大的时候 例如说他跟中国大陆有更多的贸易 那影响可能会更大 那这个当然对于这些公司来讲 他就会思考再三了 我个人是觉得说大陆已经开始在展现 他已经有同样的工具箱去制裁美国的一些企业了 对 尤其是现在你看 这个动不动就说是针对中俄 要予以制裁 说中国怎么样去提供援助 给俄罗斯又看到中俄这么样的紧密合作 但是现在也是反手中俄要联手 针对美方予以制裁 这个是不是动作接力要出来 好 值得关注